一人王瞳今天早上开车前往林口要去拍戏 没有想到在民事的停车场与一辆直行的女骑士发生碰撞 车祸现场画面现在也已经曝光 今天早上七点拖 仅销货报一人王瞳驾驶一辆白色小客车 要左转进入民事的停车场 没想到就和一名26岁审幸女骑士发生碰撞 强烈的碰撞造成王瞳车头保险感掉落 儿女骑士机车车壳损坏 双腿膝盖擦挫伤 警方到场后发现双方的九侧值皆为零 而详细的事发情形还有待厘清 接着转换焦点 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台中武艺高中生坠楼命案 这起命案从发生到现在其实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不过依旧是疑点重重 台中地检署昨天传唤赖妈妈说明法医鉴定报告 并且说明死因 不过听完五个小时的说明之后 赖妈妈以及委任律师认为案情依旧有矛盾之处 将会再申请调查证据 那么这份鉴定报告中里面强调赖森的头颅 还有四肢都没有骨折 那面对这样子的结果呢 与先前他们说赖森从十楼坠下 似乎有一些互相矛盾而对此法医高大臣也痛批 法医研究所的法医看不出死因又不认输 他坚持赖森身上的针孔才是权案的关键 而面对高大臣的质疑 中检也发出新闻稿声明 认为应该坚守侦查不公开 面对高大臣的质疑 中检发出新闻稿回击 表示检察官为法定的公益代表人 刑事案件的侦办都应该严守罪行法定 以及无罪推定原则 对被告有利不利的市政都应该详加搜集 调查斟酌检警告 相关诉讼的关系人应该坚守侦查不公开 防止泄漏侦查方向内容 导致相关的嫌疑人勾串 面证有碍真实的发现 那么在昨天的侦查庭结束之后 赖姆的委任律师许哲伟 他就一脸凝重的表示 在这份鉴定报告中 似乎还是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只能说赖胜的死因 可能跟外界猜想的不太一样 另外他也表示 调查人员是在案发数十小时 甚至是好几天之后才去做鉴定 让人难以接受 那个真恐跟雷狠 就是疯狂的意见 比较不太一致 那这方面有达成一些 这个甲官有充分的给我们看 相关的当时的急诊的医疗记录单 并没有拍到右手针孔 所以针对右手针孔 到底是怎么样造成的 还是会请甲官再帮我们进步调查 今天不管我们看到的死因报告 或者是现场的勘验报告 我们觉得 对不起 然后我这么说 我觉得过程之中 有很多的疏失 然后有很多的矛盾的地方 所以这个我们可能暂时必须持保留意见 我实在是无意苛责辛苦的调查人员 可是当我发现说他们做见识的时间 在案发 数天之后 或者甚至是案发隔好几天以后才去做见识 那这件事情 很抱歉我可能个人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 那不要说嫌疑人 就连贤人的亲属等等的也有回到现场 那这些人都已经到了现场 然后我们再去做见识 这个见识的意义 你只是识识不高 当然案发第一时间有进去 但是案发第一时间进去 并没有做实质的财政 就是只有看看 了解重要封锁现场 对这点也是我很抱歉 我可能个人比较没办法接受的 就是为什么现场并没有进行封锁 我们有排除很多的可能性 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还没有我们原本期待的答案 但是我们当然也不能够说 我们原本期待的答案就已经是对的 但是我们现在确实是有逐渐缩小可能性